今天要给大家叨叨一部恶搞超级英雄的电影,名字叫做正义复仇者 故事一开始,蝙蝠侠里大反派小丑正在睡觉,突然一个宇宙大魔王出现在小丑的面前 命令他继续去和蝙蝠侠作战,而且一定要阻止蝙蝠侠的两个儿子成长,顺便还丢给了他一块复仇者联盟里的空间之石 而另外一边,地球上的蝙蝠侠已经完完全全在家里变成了一个啤酒肚宅男 从前蝙蝠侠战袍的腰带已经扣不上了,在超市里遇到打劫的人蝙蝠侠也是无动于衷直接从旁边路过 幸好蝙蝠侠娶了一位超人老婆还生下了一对儿女 生下的女儿遗传了超人的超能力,以及蝙蝠侠的七十二般武艺 可儿子却十分的废柴,不仅天生就是个普通人,而且每天只知道研究机器人,长相也是越来越像钢铁侠 这不禁让蝙蝠侠一度怀疑自己曾经被钢铁侠律过 与此同时,小丑已经来到地球招募手下,并且立下了一个规矩 所有对他笑的人都得嗝屁,他要让地球上所有的人都笑不出来 没过几天,蝙蝠侠去参加了超人俱乐部的聚会,这里发辅导300多斤的雷神 有穿着大肚男的美国队长,看样子地球上的所有超人都有点堕落呀 蝙蝠侠就气不打一出来,此时小丑突然出现搞偷袭 想用空间宝石将所有超级英雄火火笑死 还好机智的蝙蝠侠女儿能力爆发将小丑打跑 这使蝙蝠侠意识到危机召集大家组建正义复仇者联盟 然而大家全部表示回家洗洗睡吧 不得已之下,蝙蝠侠找到了绿巨人家 此时的绿巨人热爱上了瑜伽,并且受成了一道闪电 此时的他连女人都打不过了 绿巨人对蝙蝠侠说,想要打败小丑就必须要训练微笑 要微笑着跳楼,微笑着挨打,微笑着做一切 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彻底免疫掉小丑的微笑攻击 没过多久蝙蝠侠在绿巨人的训练下大有所成 而绿巨人却被小丑偷击,变成一道光消失了 与此同时,蝙蝠侠的女儿也被小丑抓走 小丑还设计了一个吸收微笑的装置 不过实验失败,意外让蝙蝠侠的女儿逃了出来 这时世界上的超人们终于决定组建正义复仇者联盟 又以再次打败小丑,之后小丑再次出现 到处用空间宝石电人 谁被颠倒谁就会一直笑到断气而亡 不过蝙蝠侠早就被绿巨人训练出来了 他挣脱了空间宝石的电力并将其打碎 其他的超人也趁机一拥而上 开始和小丑以及小丑的手下做对抗 影片的最后蝙蝠侠扛起了自己最心爱的汽车 把小丑给打嗝儿屁了 别看汽车这么贵 可是再次拯救了世界蝙蝠侠还是很开心的 最终嘎屁的绿巨人以及钢铁侠的灵魂 向蝙蝠侠发来了祝福 蝙蝠侠很开心 因为自己再也不用担心老婆出轨了 这部电影中的超人形象完全颠覆了我们心